那航天员的作用呢 它其实是保证对接过程 我有一个备份手段 我有手动交汇对接 这种备份的手段 一旦自动交汇对接系统出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切换到手动对接的系统 依然能够完成这个过程 一个就是生命和生态科学研究的机柜 这个机柜我们将来将要在里面 就是种植一些植物 包括一些种子在里面进行培养 形成这样一些幼苗 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动物 还有一个实验机柜 主要是生物工程或者生物科学方面的研究 那么这个机柜可以进行一些 比如说细胞的这个生化过程的研究 可以进行有生物活性的这种蛋白质 包括它的这个蛋白质的晶体 在这个实用条件下的培养 以及其他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试验 那么之前呢 我们这个通过和联合国外公司合作 发布最后收集临选选选中的 那么由17个国家的这个9个试验项目 就要这个送到这个空间站 最快的话呢 今年底随着这个天舟5号会议飞船 就可以上行 更多的会在这个问天和孟天实验舱 那么进行这些国外 那么就是由国外来提出 来这个制造的这些科学仪器 来进行科学实验 我们的这个机柜的设计呢 和国际上就是说通行的这个机柜呢 有很多共同的这个特点和标准 那它只需要经过很小的改动 来适应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内部的接口 我相信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这个天空授课的这个本身呢 他一定会讲到 就是或者说去介绍这些这个机柜的这些功能 以及甚至比如说直接就现场演示一些 在这些机柜上 那么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这些操作 就是呢 不再局限于就是说 介绍这个太空和外太空和地球的这个差异本身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私密的这个空间啊 大家都能够休息好 因为我们航天员睡觉呢 其实这一点和地面上一样 它需要一个低噪音的环境 我们空间站的这方面做的非常好 那么它可以达到这个55分贝以下 那么最近呢 其实这个我们神舟十三号称赌的指令长 翟翟刚回地球以后啊 他讲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他回到地球以后 你再舒服的这个床 你多软的床垫 你这个躺上去以后都觉得各的晃 因为在天上呢 没有重力的这个影响呢 睡觉的时候你是更舒服的 包括你们也不需要枕头了 那么你的头颈都处于一个更放松的状态 这个其实是有利于休息的 问天试验舱的到来 真正意义上达到人类的第四代空间站的标准 包括两自由度这个驱动机构的巨大的台湾能翻版 包括他本身的很多高性能的科学实验和这个 本身空间站运行的这个支撑保障 第二呢就是本身呢 它是也是确实呢 我们整个空间站建造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它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件大事 是中国航天的一件大事 也就是整个人类航天的一件大事 最后一个呢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多的这个实验机柜舱外的这个挂点 我们呢有更多的机会 不但作为中国的国家级的这个空间实验室 那么也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开展这个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